伟大的思想家李雪群说了 说不要相信爱情啊 要相信人格 为什么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呢 因为他上了今天2023 8月17日的新浪热搜榜 旁边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就说了 他再伟大的人格 他不爱你也没有什么用吗 然后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李雪群就解释了 我的意思呢 是爱要爱这个 你们俩所谓的差量 不是相信你俩的爱情 当你俩爱情消失的时候呢 他应该还是个善良的好人 因为我觉得激情这个东西是一定会消失的 但如果这个人格是好的 至少你俩不会相互伤害 对 就是遍体鳞伤的告宗 像这些个说辞啊 这个伟大的思想家都说出来了吗 好像就挺有用 其实一次 你比如说我这种初二不准实验农民工 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因为毫无意义 什么叫他是个善良的人 是吧 你比如说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 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个邪恶的人 大概可能都大部分认为 或者全部都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 但你还没有看到另外一面 因为你看到另外一面 比如说基督徒吧 上帝啊 赐我勇气 哎呀 贴得深 看一下 看看 看看 看看这个 信仰上帝的人 他必定的要认为自己不够善良 是吧 你要够善良 你要信仰上帝干什么呢 就是你是残缺的嘛 那么基督徒都是善良的人吗 这样 他自己都不认为他是个善良的人 那你要认为他是个善良的人吗 哎呀 真的是让人费解好多的问题 是吧 这话说的跟没说一样 你看李雪芹他连身体都管理不好 逃江湖 是吧 逃江湖的语言和思想 在我们这里是大行其道 像我们这种初二农民工 深刻的这个深刻的思想家的语言 就没办法传播 向来如此 孔子那个时代也是这样 孔子的思想也是 传播不动的 当然孔子的那个思想 也说他不够伟大 是吧 就是一些个世俗的常识而已 不但世界上认为自己是个不善良的人 不多 还认为自己是超善良的人更多 往往就是这个害人 就是这种所谓的超善良 就是以善良之名强制别人 那李雪芹讲的呢 最后你如果不谈恋爱了 你还做一个好朋友 不可以吧 没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能可以达成一种共识的 比如说你跟我谈恋爱 咱俩先声明 如果谈不成 最后咱俩还是好朋友的 然后有人如果说达不成这个共识 这个恋爱就没办法谈 我觉得提前声明一下 应该还是可以 不行 你要是跟我这个谈恋爱 就是沾上死 什么这个挨上亡 你跟我谈恋爱 你就得要掉一层皮 就是个边界的问题 我这里讲呢 认识人与人的关系 其实我要谈 我这个伟大深刻的思想 是要谈人有多从性 人有人性 就是所谓的 就是我 我暂时是这样定义 我还是可以给他 很多的定义的 人有这个人性 就是交易 人就有神性 就是奉语 就是赐语 就是奉献 人有这个强盗性 人有这个鬼气 机鬼 鬼气 鬼气灵性 人有鬼性 人有魔性 魔性和那个神性 就是对应 比如说这个魔 这个 他非得不就是利己 比如说强盗 他还要利己了 抢来东西 他要给自己 给自己老婆孩子 给自己爹娘 给自己 至少给自己 享用吧 像洪秀全这样的强盗 魔可就不是这样了 魔 他连自己都伤害 连自己家人也伤害 当然你也伤害 伤害不计成本的 人还有动物性 总而言之吧 人是很复杂的 很多东西 你让一个人保持一个东西不变 你就让他总远做魔鬼 恐怕 永远做强盗 永远做神 永远做人 他永远做什么东西 他也坚持不住 他可能一个小时都要变化好多次 甚至一天要变化很多次 你自己不但做不到 别人也做不到 你强迫别人如此 别人也很难受 甚至你强迫自己 如果这样的话 你自己也很难受 虽然有的人 以为自己是如此 以为自己是大善人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个人 他就没办法认识 他不认识自己 这样的人所谓的得到的世俗的东西 他再多 再大 他也不认识自己 比如说刘强东 如果他这样认为他自己 他是横径不变的 他是唯一的 他是一员的 他就不认识自己 虽然他可以获得比较大的 一个社会成就 比方说成绩思汗这样的人 比如说被某些人 特别崇拜的这些个人 包括他自己 什么唐宗宋祖 什么以待天教 什么 不认识自己 他认为自己是一员的 是恒定 那么这样人为什么还受崇拜呢 为什么他还有号召力呢 下一节再讨论吧 所以说这个李雪芹他讲的呢 就是要相信人格 没有实操性 最后最后我给大家给点干货啊 就是你要接触一个人呢 你要看这个人 他有没有办法 善于认可 这个边界的问题 这个就是这个人 有没有边界感 你看刚才罗列的那一堆 全是边界啊 人 强盗 神 魔鬼 魔 其实我把魔和鬼还是分开 是吧 动物啊 这全 每个属性和每个属性都有边界的 是吧 你人特点就是交易 交易它是有边界 边界就是竞争嘛 竞争就是使人疲劳嘛 人越来越有的是活成个动物 是吧 虽然说 人这个很狂妄的总骂猪 你又不认识猪 你没做过猪 你骂猪干啥 就是其实歧视动物 就是 可是它自己又是动物 你这个就边界 后乱嘛 你看我从来不骂猪 我骂人 从来不用猪 这个句话来骂 我只说 他没有边界感 没有边界感 不就是个 可能像个猪 猪不穿衣服啊 人要穿衣服 认为 认为人有边界 你看 无处不在的 是有边界的问题 这个没有边界的东西 谈恋爱 人家不喜欢有边界 因为边界 你看他边界 总是会止住 谈恋爱排第一条的 就是让人在天上飞 你总是让他止住 说你没翅膀 再飞 摔死你了 那当然他是和谈恋爱 是 是 是这个 他是不喜欢这个边界的 谈恋爱 是吧 可问题是呢 如果你想长期享有 这种飞翔的感觉 谈恋爱的快感 他恰恰是在边界之内 你超越边界 很快你就露相 很快你就 就是你死我活 很快你就遍体鳞伤 是吧 谈恋爱也是 需要有边界的 说前显点啊 就得多看我的视频 说深刻点啊 就是人人都得要成为哲学家 思想者 你才配谈恋爱 要不你配谈恋爱吗 你不就是个交配吗 然后 然后让人家有思想的 哲学的 创造出来那些个艺术的东西 盖上你这个交配 你就说的是伟大的爱情了 差得太远了 也有事 好 好 我会说的 就要来 就要来 我会说的